大家好,我是小红,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人类文明的进步,女性的开发,现在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追求幸福的权利了,女人也是不例外有着想追求自己想要幸福的权利。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,一个女人想聊你的时候,其实在她无形之间,这些小动作就暗示得很明显了。 一,有机会就来问你有没有时间,异性之间相处是一门学问,如果一个女人总是来找你聊天,有机会就来问你有没有时间,那么就说明这个女人想聊你,她对你很有好感,女人的这个表现暗示了她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喜欢你的。 如果你也喜欢她,那就要抓住机会了,一旦一个女人对你有好感,她就想刻意地接近你,通过更多的接触,来了解你这个人,这样她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你,并且更加了解你。 判断你是否值得她喜欢,如果你也遇到这样的一个女人,如果你也对她很有好感,那么就请你大胆地去追求吧,你有相当大的机会会成功。 二,遇见你之后,开始在意自己的容颜,如果一个女人遇见你之后,就开始特别在意自己的容颜,那么就暗示了这个女人很喜欢你。 女为悦己者容,在别人面前,她可以毫不在乎,活成自己,可是因为她喜欢你,她特别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你,让你对她留下很好的印象,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的。 在喜欢的那个人面前,她总是很小心翼翼,她不想暴露自己的缺点,她只想让她看到那个精致的自己。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一个遇见你就特别在意自己容貌的女人,那么这个女人一定是喜欢上你了,这个暗示已经很明显了,如果你也喜欢她,那么就应该抓住机会。 三,会跟你聊内心话,聊人生,谈未来,一个喜欢你的女人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你听,给你讲未来,讨论人生,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一个女人,那么这个女人一定是喜欢你的。 当一个女人喜欢上一个人时,她往往是藏不住的,她会经常找她聊天,总是把自己的心里话和她说,在她面前她仿佛没有秘密, 无论是伤心的事,还是开心的事,都愿意和她一起分享。 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个这样的女人,那么她一定是在暗示自己喜欢你,四,跟你一起会待得很晚,一个一跟你在一起就会待到很晚的女人,一定是在暗示她喜欢你,她喜欢和你在一起,每回和你在一起都会待到很晚,一起出去玩。 天黑了,也舍不得回家,晚上通宵和你聊天,不愿意睡觉,一和你聊天就会很开心,喜欢聊你,这样的女人一定是喜欢你,这个暗示已经很明显了。 另外,四个身体的小动作,也能传递好多信息。 第一,眼睛亮晶晶,水汪汪,非常的传神动人。 女人有这样的表现,说明她欣赏你了,认识一个人是从眼睛开始的, 因为她对你的第一印象是通过眼睛来观察到的,你是不是她喜欢的,欣赏的类型,从她看你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。 所以,女人越对你有好印象,就越会通过,不自觉地通过这种眼神地传达出来。 女人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己的头发,她不仅能衬托脸型,还能彰显女人的气质。 女人如果在你面前有下意识地拨弄头发,触碰刘海,时不时将长发拢到耳后这样的小动作时, 说明女人有好感的对象就是你,开始用这种小动作吸引你的注意了。 因为长发之下就是女人为之骄傲的脸,弄头发这种小动作是想让你注意到她的美丽,吸引你的眼睛对她的关注。 第三,语气变得柔柔的,女人对你说话变得柔深,软语起来,带着一点娇憨或者嗲嗲的味道。 而且,对你的择偶标准和感情的过往会假装不经意,其实很关注的旁敲侧击,对你的兴趣爱好以及朋友圈表示出极大的关注。 这说明女人已经把你当成理想的对象,通过了解你的实际情况,表示出她对你的好感了。 第四,会不避讳你的在场。 旁若无人的伸懒腰,一般女人在非安全的状态下是不会做出这种动作的,因为伸懒腰会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腰部的圆润,把女性的身体曲线很自然展现出来。 尤其是自己身材特别好的妹子,伸懒腰简直就是绝杀。 把女人的神情的慵懒和身体的曲线完美结合起来,女人在你面前伸懒腰,表明在你面前她安全感很高了,同时也在提醒你快来看我。 最后,感谢大家的阅读,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。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,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人,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